在美来成都之前 我对她的印象 是常年未去全国 悉尼县城市的榜首 是年轻人的新选择 可是当我真的近自来了 嗯 真的很城市化 是许多人向往的地方 但除了人头传动的街道 这水卯龙的路上 我认为老蟹像 才是成都当地生活的一种缩影 而这种老蟹 更是将成都的烟火人情 体现得淋漓尽致 树木下斑驳的阳光 缠绕的电线 一张桌子 一副麻将 就可以拼在一起玩的叔叔阿姨 还有站起来 比人还高的大狗 更有转过身 一步留神就会被踩扁的小狗狗 随住可见的小猫 也像这座城市一样慵懒 安逸 成都不只有火锅 也不只有熊猫 还有这些 的这些 都是属于成都的老戏业 男女的垂流 请纷着我额头 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 我从没忘记你 成都 带不走的 只有你 我往在成都的街头 走一走 如今社会的高速发展 这种街巷 也会越来越少 慢慢的也成为历史 也希望在这块文化的今天 我们也要学会 放慢自己的步伐 感受一下这座 巴士的很的城市 走到玉林路的尽头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